看一个病人收费5块 一天只看40个号 这是这名其貌不扬的中医大夫雷打不动的准则 看诊实嘴上永远叼着一根烟 只需将手探在病人脉搏上 各种疑难杂症他便手到擒来 在东北吉林省的永胜村 一处看似不起眼的民房里 每月前来看诊的病人络绎不绝 诊所每天只放40个号 没有挂号一律不给看 眼前的大姐第一次带了四个孩子来看病 因为不知道需要提前挂号 说尽了好话王中仁也不给看 看完一天所有的病人 忙下来基本也到了大半夜 不加号不插队 这是王中仁颠簇不破的原则 但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黄牛 王中仁平日只负责看病 放号接待病人的活就包给了附近的亲戚邻居 原本五块一人的挂号费 经一道手变成了二十块 顺带还可以做些小生意 离得远的病人还有砖车可以接送 由于王中仁的名气 村民们形成了从放号接送到住宿吃饭 为一体的服务产业链 因为费用不贵 病人们也乐得方便 据统计在中国农村 每年有近两亿的农民需要看中医 这位大妈原本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 经王中仁大夫开了几副药调理后 状态居然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虽然往来的病人络绎不绝 但是王中仁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仍然住着数十年的老平房 每日吃着粗茶淡饭 因为一号难求 病人时常会和黄牛发生争执 每到月中 亲戚们便聚到一起 开始安排着下个月的牌号 这小小的牌号 竟是人性的彰显 一个外地来的中年人探头探脑走到王中仁面前 小生告诉医生他弟弟得了癌症 希望医生瞒着病人帮他看看 但王医生始终秉承着没号不看的原则 中年人找到黄牛插队加上了号 当然少不了要意思一下 弟弟这才看上了病 络绎不绝的病人惹得同行非常掩护 通过降低挂号费来招揽病人 甚至直接上车里来拉人 但中介们也有自己应付的办法 宁愿一毛钱不挣 就只收五块钱挂号费 病人要怎么悬显而易减 靠着挂号的黄牛生意 部分村民们也混得风生水起 一名年轻女人带着83岁老太前来求医 因为没有提前挂号 只能找到黄牛帮忙 少不了又被病人一顿抱怨 王中人看病很细心 每一个病人他都慢条斯理的了解清楚 只为能真正帮人解决病痛 40多年的行医生涯 岁月将这个年轻小伙打磨成了双病斑白的老人 王中人唯一的娱乐活动便是看新闻 一个平凡的老人天天最关注国家大事 挂号牌号是唯一能给这平淡无奇的生活掀起的波澜 无论是逢年过节晴天下雨 哪怕是翻修房屋 王中人从未缺诊一天 从凌晨4点半开始工作 一直忙到半夜 用自己微薄的力量 践行着既是救人的医者之道